举步维艰的疫情时代 保险还是刚需吗 疫情已持续三年了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完全被打乱了节奏 大家都在担心投资失败 担心收入持续下滑 担心家庭成员罹患大病 我们都在克制物欲 但同时我们更要做好风险规划 对于绝大多数人 在没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之前 保险就是刚需品 投保可以等 但风险不会等 风险无处不在 在此我们说一说 美国人寿保险的优势 一 保障全面 一张保单从养老到看病 拥有多重功效 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单 除了身雇理赔属性和理财属性外 还为客户提供了众多附加服务 如慢性疾病 重大疾病 末期疾病 危重伤害等 疾病欲支付赔偿金等 二 享有税务优惠 资产长期保值和增值 美国受险享有税务优惠 现金价值以负利增长 免缴资本利得税 理赔豁免所得税 三 投资回报稳健且可观 分散养老的风险 以指数型万能寿险IUL为例 其收益以全球股指挂钩 但本金不直接放在股市里 过去20年 IUR历史平均收益率 在不同的公司 基本都会保持在7%到10%左右 年度收益率高得可达25% 甚至30% 其增值潜力巨大 产品还设置了保底锁力机制 当市场下行时 投资收益也保持在0%到2% 不会为负值 四 产品灵活 能够维持个人和家庭财务稳定 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单 可以用于退休金 无论在退休前还是退休后 通过保单提领或贷款的方式 都可以获得现金 对养老金进行补充 此外 一旦发生意外 保单受益人 如老伴或者子女 可以获得一笔赔偿金 为家庭提供财务保障 避免家人陷入财务困境 留学生意外